我们最后要学的有其二个种类叫做 脂类 脂类 脂类就是有基酸跟醇反映出来 一个具有香气的化合物我们称之为脂类 所以它的通式就叫做有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 这是中文通式 中文通式 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脂 脂类就是有基酸跟醇反映出来的 具有香气的 有点味道的 有点味道的 有其化合物称为脂类 所以它的中文通式写作有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 请记住 脂类的脂化反映的通式 脂化反映的通式 叫做有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 这是中文通式 当然还有英文 就这样 英文 R1COH就是酸嘛 加上R2OH就是醇嘛 有基酸加醇产生脂类 R1COHR2加H2O加水 那个R就是我们前面那个通式的CNH2N加1 当然前后的N可以不一样一样 所以举个例子像这样子 像这个例子 OK OK 这个 叫做英文通式 这个英文通式有一个错误的记法 什么叫错误的记法呢 这个叫酸嘛 那老师说酸会解决出氢磷子对不对 好像有个OH嘛 看起来好像氢氧根 就想说好 我这个氢加这氢氧根变成水 然后这个接过去 就不就R1COHR2了吗 这样就好 对 这样的记比较好记 可是这是错误 这是错误 实际上是酸提供OH 醇提供H 那个高中会正式交 高中会正式交 高中会正式交 所以这样记只是为了你 凑那个通式比较简单 酸就杠掉一个H 那个OH变成水 好 然后接起来 OK就知道了 但是 这个说法是错的 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样子比较好记 这样子比较好记 然后呢 名字是这样子命名的 X酸加Y醇 就生成X酸Y醇 所以上面这个玩意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什么酸啊 乙酸嘛 那这个是什么醇呢 丁醇嘛 所以我是乙酸加丁醇 所以产生什么东西啊 乙酸丁醇 产生乙酸丁醇 所以X酸加Y醇 产生X X酸Y醇 好 所以以后我告诉你说 我实验拿了一个甲酸 拿了一个丁醇 那请问你会产生什么东西 丁醇 甲酸 丁止 是这样子 就来丁止 是要产生什么东西 好了解 请记一下中文通识 请看一下英文通识 请知道它的中文命名是什么来的 怎么弄出来的 好 子类的命度比谁小 当本会提到这件事情 当会做实验会提到这件事情 南融与水 当会做实验也会提到这件事情 然后呢 但是可以融在一些有机溶剂里面 然后分子小的 子类通常都有水果香味 当会会有个表 当会再看 你不用背 看过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常常用来制造香料啊 什么什么调味品啊 因为它有香味嘛 水果香味之类的 那这个表 好 什么兰姆酒 香蕉油脂 之类的东西 好 你就看过去就好了 不用背 但是 有一件事要会 什么事 给你中文 甲酸遗脂 你会写英文 给你英文 你会写中文 它是什么来的 基本上由英文看中文也蛮简单的 找大眼睛 这两个大眼睛 大眼睛前面就是酸 一个酸 一个酸 甲酸 后面就是唇 几个酸是酸 两个酸 甲乙 所以叫做甲酸遗脂 甲酸遗脂 找个大眼睛 看一下 前面几个酸 三个 对不起四个 甲乙饼丁 所以是丁酸 后面几个 两个 甲乙 所以叫做丁酸遗脂 丁酸遗脂 所以呢 由英文看中文很简单 你就是去看它的大眼睛 看看数数前面几个碳 后面几个碳 你就凑出来了 好凑出来了 然后呢 中文就是 就一样这样的写 什么什么 COO去弄掉 就R1 COO R2 这样子就写出来了 OK 就是类 那我们有一个 重要的实验 叫做 指化的实验 好 就是我们 请我们 在实验中 请你加上乙酸跟乙醇 然后再滴几滴浓硫酸进去 然后把它去加热 喇喇喇 然后就反应完以后 然后就往里面加水 为什么要加水 因为前面跟你讲过了 类怎么样 难溶于水 所以加水下去要不溶 然后他 然后刚刚讲过 他病毒比水来得怎样 小 他就怎么样 浮在上面 所以做完之后 加了水 他就会分成两层 上面那层就是我要的类 类 因为他难溶于水 病毒比水小 所以浮在上面 所以他请你 把上面的群体一群吸出来 然后闻一闻 为什么闻一闻 因为我们刚刚跟你讲过了 碳素少的类 有水果香味 你会闻到一股香气 那有水果香味 这样做 所以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里面的重点有 最后产生的类是浮在 上面 上面 不在上面 好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加了浓硫酸 我干嘛要加浓硫酸 脱水 很好 脱水 根据热砂特勒原理 有机酸擦醇产生只加水 然后一脱水 右边的水杠掉了 反应就会朝右进行啊 会加速反应 所以呢 浓硫酸当做催化剂 我当初在教催化剂的时候 我教过这件事情 我告诉过你 你要记得 脂化反应 以浓硫酸当做催化剂 所以在这里 为何加浓硫酸 因为要当做催化剂 为何它可以当做催化剂 因为它有脱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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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关于止化反应的部分 请问有问题了吗 没有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